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后又从事相声大师侯晓文在1996年的时候创办了德云社 2008年的时候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办相声专场 成为第一个在人民大会堂举办个人专场演出的相声演员 2013年登上中国中央电视台春节临欢晚会 2016到2008年三度担任欢乐喜剧人思宜 郭德纲的出现引起了人们对相声的关注 为相声借立下了很大的功劳 非常了不起 他的师父侯耀文 大家应该都有所耳闻吧 他是相声大师 是国家一级演员 是中国著名相声作家 表演艺术家 他是受到他的父亲侯宝林的熏陶 在1960年的时候就登台说相声 从1983年开始参加第一届春节晚会 后又陆续参加了十届春节晚会 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人 也是中国新相声的开拓者 最近有一个专门的相声平台 效力相应 节目度解释下了血本 在最近一起请到了师圣节 很多人都不认识他 今天小编就给大家科普一下 师圣节是相声大师侯宝林的关门弟子 侯宝林先生是中国相声艺术的泰山北斗 师圣节出生于相声世家 仅继承了侯太相声的风格 而且形成了自己文雅清新之谱自然的表演风格 1985年被评为十大孝心之一 不久前结束的大红鹰杯 CCTV全国首届电视相声大赛 师圣节是唯一一位没有北京护侯的门的外省评委 师圣节代诗之后成义副 父亲节收成寒白 高小攀养一则 通俗点说就是干儿子 这次老爷子都底了 徒孙和干儿子抱团赏着 节目组请来的有相声名家杨绍华先生的义子杨敬明 郭德纲的义子陶阳 侯若华先生的义子王瞳 还有师圣节的徒弟李京 义子高小汉 苗夫等 师圣节在当今相声界中的地位很高 大家尊称他为老爷子 侯若文的徒弟均称为师圣节为义主 其中就包括万人瞩目的郭德纲 而郭德纲和师圣节先生交情很深 老爷子生病住院西间 郭德纲先生前去探望虚寒温暖 网友直呼 郭德纲不简单 虽然这一期节目没有郭德纲 但是每个人都和郭德纲 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师圣节 对